我發現 您就是走翡翠 古裕的路線是對的 我覺得後面這兩件 我抱著很大的信心 那個什麼神像啦 這個就 沒關係 我們現在走對的路 一百零八年退休以後 我們就是對不對 就走這一條路 接下來再來看這個我要說 很用心 您幫我們 把酌心都帶來了 當初又是賭石嗎 這個也是賭石 這個是買名料 買名料都不一樣了 名料 多大便那個時候 賭石 一般賭石 它都是想要賭一個手鐲 是 但是都賭不到 賭不到 好漂亮這邊 不過這不錯啊 不錯耶 對 所以買名料 名料做出來幾個 它就是一片 一片 就是光 就做了這一個 一個手鐲膜而已 對 就是圓圓的 對 然後我看到這個 有袋子啊 然後又飄花 講得很好 對 所以就喜歡 袋子色又飄花 你是先買那個 前面剛剛那兩 那兩了 還是 這個先買 然後後來再買這個 它玩像影了你知道 這次買名料了 這個已經有點 變成老行家了 這塞啊 這塞啊 剛剛老公 你先買 一碗越大 結果花多少錢 這一次 這個 花了八千人民幣 八千人民幣 那跟前面的花費也是差不多 只是前面是賭石 對不對 這是買名料 對 名料當然是比較貴的 名料 那你有沒有想過 卓星澳拿來幹麼啊 卓星澳不要讓它紫色 你看看 紫色的啊 你有沒有想過 這個要來做什麼 這個可以做很多東西 你看你要做什麼 像墜子啊 你看把這個換掉 可以 不要帶 帶這個好漂亮 這可以做 也可以做那個什麼 那卓星啊 常常會再切拌 龍鳳牌 一人一個 然後有時候可以雕 剛才教授講的 養肢花 雕在一起 也可以的 是 墜子 這是原料 我覺得可以耶 八千人民幣 哪有人講說 像這種的有沒有 就直接 當然說比較寬 比較重 好厚 切薄一點 然後就 圓的 圓滿平安排平的 什麼都沒有 可是前提是 它要是A貨 還要A貨 你不然要花那個工 這樣錢對不對 花那個工錢要花多少錢 前提是A貨啦 那您 您應該是有信心吧 花這個錢怎麼可能 會滿要比的對不對 有很好 有信心啦 對 有信心 我覺得這個滿看好的 對 我們先來評估價格 再教你們看 畢竟這個綠色的花好漂亮 請見價 翻廢了 這買一年有了嗎 超過一點了嗎 我們目前給它的價格 這個手鐲大約是五萬塊錢 那這個手鐲它的手圍 小了一點 它這個173 172 那但是這個手圍 它寬不夠的 是標準的糯米種 然後白底飄籃花 那當然 這聽很好聽 糯米種白底飄籃花 那最主要它沒有瑕疵 所以它這個選得還不錯 真的 有時候你那個肚子 它會有裂痕在裡面 這個沒有 所以會價錢高一點 是 再來像這種顏色 這種所謂的 帶藍水色 這比較那種 當然在翡翠的裡面來講是 比較不那麼討喜 但是它整個完整性是夠過的 所以 所以給它五萬塊錢 就是市面上這個東西 五萬塊是很合理的 那這一片呢 因為它完全沒有 它是這個原料 這個原料 那它還要再製作 它只是一個 所以它原料的錢 大約這樣一片 現在的目前的行情 是 然後它滿透的 它是糯米種的 那也帶了幾個焦紫色 那還不錯 我覺得那紫色好美 當然這不是要靠我那邊 不然你要把它 這個 那個小小的 蛋面紫色的蛋面 是很值錢的 這個很濃紫 對 是不錯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 就這兩件來講 其實以這個翡翠的賭食來講 我認為它是成功的 這個明亮買得好 對不對 是... 來... 所以你看看 陳大哥真的很厲害耶 這個明亮買得好 漂亮 下一件這個手鐲 跟剛剛呈現一個 不同的感覺 是 對不對 它比較綠 不太一樣 你看跟剛剛這一件 說真的要我個人的喜好的話 我還滿喜歡這個 這... 這呈現是不是好 都把那個成功的 贏的那個拿過來 輸的不敢講 在等人喔 人家這麼多年 上一次大選保家上電視 我是可以給大家看 我失失敗的 拿那個爛的來 都丟人丟死的 不行啦 對不對 家裡還有很多成... 漂亮的啊 說實在家裡 還有很多成功的 一定很多啦 很多喔 這... 這只是今天第一次 來試試水溫 是啊 對不對 下次來一些那個 狗屁刀招的比較 失敗的 這個... 這個滿嬌嫩的 他有幫我們準備照片跟影片 他的綠 來 我們來看看 你那時候買 明料開四支啊 對 他也是買一塊板子 那這一塊板 切了四條手桌 我很好奇問一下 其他的那些邊角 有沒有機會給 邊角也有做小東西 是 哇 這個有...這個 這個當初就是他 他從...這個是在 他整個在做加工的過程 對... 是同一間嗎... 跟剛剛 剛剛您前面有看到 手桌是同一間 手桌是同一間 這個不同間 不同間是不是 這個桌心也都寄給你 然後也都做小東西 寄給你 因為通常一天 明料開出來以後 我們一定會 切花園圈 找那個無想的地方 用手桌先取手桌 因為 手桌是能夠賣最多錢的 然後再來是取這個 就是桌心也把它拿下來 對 然後邊角料再來做一些 標件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實話要跟各位說 是 怎麼了 再好的手桌 它的厚度是固定的 是 但是因為手桌它是一個完整性 它代表中國人對那種圓滿 對那種 那種團圓的那種願望 對 所以 這是事實 這樣子 這塊明料你買多少 買了 一萬六人民幣 六萬多台幣 一萬六人民幣 對 當時的匯率算起來 應該差不多 八萬台幣 差不多 兩年前 那時候是 大概一塊錢 大概四塊七左右 對 差不多了 四點七 因為我們以前都算五嘛 因為還有 還有旅費 還有什麼 八萬台開四隻桌子耶 很不錯耶 我覺得還不錯 那另外三隻咧 下落不明 還是沒有帶來 還是又做生意圈 其他人在家裡 對 現在在家裡 反正開出四隻 就剛才您那個圖片來講 那個照片 理論上應該 另外三隻應該更漂亮 是不是 沒有 另外一隻 比這個漂亮 另外兩隻 比這個差一點 差一點 所以就是有好的也有壞的 不過今天這隻帶來 這個明料買了差不多八 以當時的會議來說 大概八萬塊錢 開了四隻 我們今天就這一隻 來做評估 好嗎 來看看您的這一隻 運氣有沒有 也是很不錯 請見 這樣 十二萬元 哇 哇 十二萬元 這漂亮 很誇張耶 明料他才買八萬 你說 我們真的沒有亂講 你看這個綠色 它是那種 帝王綠的焦綠色 所以只有一點 但是這個手鐲 陳真可能刻意拿那個乾淨的 他逼啊 還有我的瑕疵都不要掉了 所以我們檢查了一下 這個瑕疵 這個手鐲是無瑕的 所以這樣的手鐲無瑕的 在市面上 就是要賣十二萬 甚至還有時候 還會再高一點點 是 所以我才是想說 他一定把那個爛的 留在家裡 不敢帶來 陳真說是我 我跟你講 我家有一個比這個更漂亮的 我跟你講 那是他講的 那是他講的 口數無比 就是要像大群寶家一套 我才會相信你 那我們就這個來講 那這個是屬於那種 我們叫 就是說在這個 豆種裡面 它是屬於比較 光澤比較好的 我們叫磁地 就磁碗那個磁地 比較好的 所以它光澤很好 對 然後它也沒有帶很多的髒 因為這裡微微的 有一點雜色 微微的而已 但是沒有很多 以外 它白底都乾淨 不是 都一戳黑黑的 沒有 對 所以像這樣的手鐲 市面上一個就是要十二萬 很合理啊 對不對 你如果這個十二萬 然後更漂亮的那個 如果我再來個十五萬 然後再加上兩個隨便的 嚇死人 你這名料才買八萬 你輸 但是買東西 像陳真真這麼有經驗 還是真的不容易 我告訴你 真的 不要因為看著這個節目 說不敢來試試看 衡量自己的能力 真的不要開玩笑 這百貨不是開玩笑 他也有 他也是有付學費 他也有付學費 對不對 但是還是很恭喜 陳先生 真的 買得非常好 這是真的 好東西都帶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還有他這些賭食的 心路歷程 雖然就三年的資歷 可是你看看多幸運 寶物就在自己家裡 對 我們歡迎陳先生下次再來 把漂亮的 還有你誰都可以再來 好不好 謝謝 歡迎再來 謝謝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請可以按下一次 可真可待 請閡 請 請